日前新唐人台中办事处在玉园花园酒店举行茶会 来自台中各界150多位精英人士齐聚一堂 对新唐人秉持中立 赶讲真话 弘扬正统中华文化的理念 深受感动并且表示肯定 看了刚才的节目的画面 我蛮感动的 我觉得新唐人电视台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推广 像看到刚刚的中华美食大赛 还有那个神韵团 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也办得很精彩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才知道 新唐人电视台做了这么多宣传中华文化的事情 新唐人电视台致力恢复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 几年来也默默地为社会的祥和 与正向发展而努力 感动政要与企业人士 今天看你们的介绍原来他默默来做很多 应该说对社会或是对以后的人应该有很多的帮助 因为至少他有在做一些像比较复古的 不然有些文化都已经流失掉了 但是他还在做 我觉得很感动 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系列华人大赛 以弘扬正统文化的理念为宗旨 与会的教育界人士深深肯定 也希望新唐人持续努力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中华文化的精髓 贵单位也准备在这个赛事上 把这样的一个精神通通把它发展出来 这是对华人社会 华人世界一大的贡献 那我们也祝福你们 未来这方面的一个发展 有更宽广 还有更丰富的收获 也希望就是说这种顶尖的工作 能够让全民来共享 来分享他的一个荣耀跟他的气质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